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晚上就会分享 怎么带领一个团体做祈祷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堂区的小团体 或者你叫细胞也无所谓 不同的名字 一般来说可能是一个小学的聚会 有时可能是一个半小学的聚会 一般是这样子 当然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 两个小学也非常好 我想一般可能没有那么长的了 大概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一个小团体的聚会大概分三部分 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呢 是用来做祈祷的 三分之一了 另外三分之一了 就做圣言分享 雨下来的时间呢 可以彼此带到 因为我们分享了以后 我们会知道我们团体里面不同的需要 所以第三个环节我们可以彼此带到 然后彼此带到以后 就报个团体的事务 或者预告一些将来要做的活动 所以大概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大概这样分的 首先我们说 这个小团体不要想 我们应该有什么标准的模式 没有标准的模式 因为小团体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 但是呢 这边提议的不是一个模式 它是一个时间的分配 就是说 一个小团体的聚会 有一些是必须的了 我们不是讲过 小团体有五个要素吗 对不对 第一个以基督为中心 记得 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怎么才能以基督为中心 如果根本没有指导 能不能达到以基督为中心 达不到的了 对不对 你看 我们这节目晚上 开始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做指导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没有指导 那我们不断地说 我们其中一个特质是 以基督为中心 这是空话 空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了 对不对 所以它第二个特质 以灵修 指导 善言 善事为滋养 这一个就是具体达到 以基督为中心的方法 所以一个小团体必须有非常好的灵修生活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有很多团体很容易形成 你要开一个团体是非常容易的了 没有很大的困难 但它的困难是如何维持下去 这就非常困难了 一般来说 一个团体开了第一年 大家还是有点兴趣的了 但是如果这个团体没有灵修了第二年 那些人慢慢就不来的了 因为他们觉得来这个团体 就是分享 有些分享是怎么样 讲闲话 我家里面怎么样 我女儿在什么念书 我儿子在什么地方念书 我先生怎么样 我做什么样 表面是分享 不过这一些呢 跟我们一般到外面喝茶聊天 没有分别的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团体 这样的分享就没有意义的了 因为这样的分享 什么团体都会的了 根本跟信仰团体 就没有很大的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很多团体 它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没有什么模式 而是因为它没有灵修 没有灵修 就等于没有以基督为中心 没有基督为中心 这个团体维持不下去了 因为别人来团体 就是一个愿望 心灵里面对天主要渴望 你如果满足不了这个渴望的话 这个不是信仰小团体 这就是社团而已 对不对 那如果社团的话 我有很多选择 爬山的团 下棋的团 对不对 购物的团 有很多团 我为什么要回到教堂 名称叫信仰小团体 根本没有基督为中心 对不对 所以记得 祈祷最少占三分之一的时间 好 有一些团体 他说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 我的生活的状况 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你知道为什么 人的口就像一个水龙头一样 打开以后 受不了了 他一开始讲了 就讲了十分钟 另外一开始讲了二十分钟 那还用开会吗 对不对 你也不好意思叫他听的了 所以你一开始 就用分享生活进方这个 我认为不是很实际的做法 因为你会把时间浪费在一些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面 所以一开始 就好像我们上个一样 立刻指导 对不对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所有的 我们来到这边聚会 就是为了寻求天主 那寻求天主 不是靠分享生活进方 寻求得了的了 对不对 后来我们还有圣言分享的环节 所以我认为一开始的时候 必须要先祈祷 而且那个祈祷 不是说我念一个天主经就够了 我不是说念天主经不好 可以更好 是这个意思 我们应该念天主经 不过可以更好的 大理会问 那我们应该怎么祈祷 这个没有限定了 祈祷的方法充满创意 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比方我们上课以前 都有敬拜赞美 对不对 这是非常好的祈祷 但是敬拜赞美 有一个要求 是要懂得音乐的人 但是有很多事 就不一定有这样的人才 所以在团体里面 我们长远地培养 必须要培养音乐的人才 他可能会弹吉他 他可能会这种keyboard 对不对 都不重要 不过最少有一个人才 培养一两个人才 附着一个叫音乐的侍奉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音乐侍奉的人 我们也可以用敬拜赞美 但是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要表达一点就是说 祈祷是一个团体的基础 没有祈祷不要说我们有灵修 你说有啊 我们这个团体一年 我们做一次的毕竟 很好啊 那个毕竟讲得很好 我绝对同意 不过我想请问 如果我们一年吃一顿饭 好不好 那顿饭是全台北最高级的餐厅吃的了 好不好 是好 不过一年吃一顿的话 大概你等不到明年了 对不对啊 虽然那顿饭可能是全台北最好 不过你没有命等到明年了 所以呢 你如果一年只有一次的毕竟 虽然那个毕竟可能很好 不过这个不够好了 对不对啊 祈祷不是一年一次的了 是每一次聚会都有祈祷的 好 清楚这个原则嘛 灵修如果没有祈祷 不要跟我讲灵修了 这是空话了 好 那我想问大家 这边有一个快音器 团体的祈祷有什么方法 能不能告诉我一些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团体祈祷了 刚才我们讲过敬拜赞美了 谁种对不对 能不能提出一些别的方法 除了敬拜赞美呢 还有呢 圣言诵读 具体来说怎么做 就是大家一起读一段圣言 然后在读的过程里面 清楚缓慢的读 然后再分享自己碰触到的那个点 你讲的比较像圣言分享 对不对啊 这是第二个环节的事情 第二个环节呢 我们就这样子了 我们可以用圣言诵读的方式 慢慢的读一段圣言 也可以每一句的读 然后我们把它连到生活分享 这是圣言分享的部分 不过祈祷跟这个不应该缓起来 对不对啊 因为如果祈祷跟这个一样的话 那就一个环节了 对不对 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我们教会有很多祈祷方法 比如最流行是什么了 念什么了 玫瑰经啊 你觉得玫瑰经做团体祈祷好不好 当然好啊 对不对啊 玫瑰经是非常好的一个祈祷方式 不过我们要承认 年轻人不一定很喜欢念玫瑰经 为什么呢 我不太了解 因为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没有什么兴趣 那我现在很有兴趣 因为我老了已经 对不对啊 但是我认为这个玫瑰经跟年纪 没有绝对的关系的了 根本是两回事的了 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没有那种感受不到它的好处 对不对啊 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团体 无论它是怎么年龄 可能是男士的族 女士的族 可能是那个 什么族也无所谓 玫瑰经都是非常好的了 比方我们有圣母君 对不对啊 圣母君一定念玫瑰经的了 那圣母君有很多年轻的团圆嘛 所以我说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的了 问题是 因为我们念玫瑰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它的意思 现在我就谈了 什么叫玫瑰经 玫瑰经呢 首先问 玫瑰经是它的对象 玫瑰经当然是祈祷嘛 它的对象是谁 圣母 要回答这个问题了 谁刚才说圣母来着 我听到了 一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们要了解什么叫玫瑰经 对不对 首先包括什么 欢喜无端 对不对 然后呢 以前是痛苦无端 后来又容辅无端 我知道 光明是最近期才加的了 对不对 传统几百年都没有的了 那应该是 John Paul II那个时候 若望保禄二世的时候加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 欢喜无端 光明无端 痛苦无端 还有容辅无端 整个二十端 对不对 什么叫欢喜无端 欢喜无端 其实它是讲一个什么的奥基 讲称成人的奥基 对不对 它是讲圣子讲称成人的奥基 什么叫光明无端 它的主题是讲什么 你看光明一端 耶稣越南和受洗 对不对 二端 加拿分宴 三端 耶稣宣讲天国 四端 耶稣显圣荣 五端 耶稣建立圣体圣事 有没有看到 它是从主耶稣受洗 到建立圣体圣事最后晚餐 这段时间大概是三年 对不对 就是它什么的时候 出来传教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知道了 欢喜无端 是从它的圣母领报开始 到它耶稣学龄论道 对不对 其实那个不是讲道 是论道 它不是讲道 它是跟经事论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欢喜无端 以那个历史的观点来说 它是从报喜到它12岁的时候 所以这是一个将生的奥基 这一个光明五端 讲的就是一个 它三年里面怎么宣讲天国 对不对 后来有痛苦五端 痛苦五端再加那个荣福五端 对不对 那我们不能把痛苦跟荣福分开来看的 因为痛苦五端跟荣福五端加起来是什么奥基 愚愿奥基 对不对 讲它的受苦死亡复活 还有最后不是说 龙虎五端 最后两端不是说圣母圣天 对不对 龙虎四端圣母圣天 龙虎五端 天主立圣母为天地的母王跟世人的主宝 就是因为完成了愚愿奥基 对不对 所以圣母是分享了愚愿奥基的果实 有没有看到 愚愿奥基的果实在圣母身上实现出来了 所以他得到这个特别的恩典 他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直接升天 那究竟那个过程怎么样 没有人见过 对不对 但是教会的传统的信仰都是相信一个的 好 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圣母圣天 跟那个天主立圣母为天地的母王 世人的主宝 就是主耶稣愚愚奥基的果实 有没有看到 在圣母身上实现了 好 所以我们知道了 原来这个玫瑰经是包括降生奥基跟这个愚愚奥基 中间呢 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奥基不能跟他的宣讲天国分开的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两个奥基就是要把天国带到人间 所以玫瑰经如果它就是整体来说 降生奥基加愚愚奥基等于什么奥基 基督的奥基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玫瑰经整个核心就是基督的奥基 所以我们就玫瑰经这个祈祷的方法 它的对象是天主 有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也知道 玫瑰经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是呼求天主的母亲为我们带祷吗 对不对 所以圣母是一个带导的对象 不是祈祷的对象 这个我们要清楚那个概念 所有的祈祷一定是对着天主的了 但是在我们的传统里面 我们知道圣母呢 为什么在玫瑰经里面圣母这么重要 因为从天使报喜到了主耶稣 升天 谁全程参与 圣母有没有看到啊 他没有一刻离开过天主 没有另外一个人全程参与 连洛舍都没有 对不对啊 主耶稣的养父洛舍都没有全程参与 因为那个领报跟洛舍没有什么关系的了 对不对啊 但是圣母是从领报开始 到他生天都是全程参与的 所以为什么圣母在玫瑰经的地位这么重要 因为整个基督奥基都有圣母的全程参与 没有圣母的全程参与 这个奥基也不会成功的了 有没有看到 没有圣母的同意怎么会有江山奥基呢 没有江山奥基就不会有宣讲天国 也不会有余奥基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了解为什么玫瑰经跟圣母有这么大的关系 有没有看到 不过这个不等于说玫瑰经的祈祷对象就是圣母 所有祈祷的对象以前是天主的了 所以我们求圣人代祷 圣人也不是祈祷的对象 圣母是所有圣人里面最重要的一位 因为她是救主的母亲 我们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呢 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些人批评我们 说我们拜圣母 不过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这是一个误解 对不对啊 虽然我们解释了很多次 不过不愿意听的就是不愿意 想误解的就继续误解 所以今天我要讲清楚 对不对啊 好 所以玫瑰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祈祷 比方我们有二十分钟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祈祷 二十分钟呢 刚刚是五端的时间 你尝试一下 大概的五端就是二十分钟 所以如果我们用玫瑰经做团体祈祷 就非常好的了 但是我们用玫瑰经祈祷的时候 现在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我们就念那个经文 这是好的 但是呢 还有一个玫瑰经是需要默想的了 对不对啊 同时默想同时念呢 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 有些人做得到 有些人做不到 所以呢 有一个做法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现代用的方法 那 现在其实你如果团体练玫瑰经的话 你可以上网 有一个网站 他呢 就是已经所有的玫瑰经 那些祈祷都有在里面了 就于说 比方我举个例子 欢喜五端 他每一端都有一段相关的经文 所以呢 比方我们先看那个相关的圣经 然后就念圣母经 对不对啊 他有一段相关的圣经 圣母经 有没有看过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很容易 你打 你用Google打玫瑰经就出来的了 他的好处是说 我们可以 比方 当然 这个简单我就不讲了 心经 天主经 三变圣母经 对不对 光荣宋 欢喜一端 那 后来呢 就有这个天主经 然后呢 我们就看第一段的 那个祈祷 所以可以请一位团员 读一读那一段圣经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团体来用圣母经来回应 后来呢 第二段的圣经 另外一位团员念 后来整个团员用圣母经来回应 好 有没有抓到这个图 这样子的话 变成我们就可以有默想的时间 因为当一位团员念一对圣经的时候 其他人就聆听 那听完以后可能用 十秒钟或者三十秒 我们静一下 对不对啊 我们 默想一下这段经文 然后呢整个团员用圣母经来回应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默想的元素放进去 那这个方法呢 我应用了很多次 那个效果非常好 尤其用在团体祈祷的时候 那这是很好的方法 好 所以这边的介绍怎么用那个玫瑰经 那 除了玫瑰经还有什么呢 太家祈祷 那太家祈祷就很简单的了 我们已经有那个歌本 已经有了 还有那个唱的了 对不对啊 你可以买那个光盘 买得到 还有音乐 所以说 你可以 整个团体先学一些太家祈祷 不过很多人都懂了 对不对啊 那 有一种方法是说 用圣勇跟太家祈 把它整合起来 比方 我找一篇圣勇 每一个圣勇呢 它都一段一段的 对不对啊 比如我们找一位团员 先念完第一段 然后临近 比方三十秒 后来呢 我们用个太者 整个团体来做回应 后来要请下一位 念一段圣勇 又用一个太者来回应 那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 所以 这边有很多创意在里面 对不对啊 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的了 那 祈祷没有标准的了 最标准的祈祷就是 我们跟天主能够做最好的沟通 好 所以 这是另外 用太者把它结合了圣勇的方法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美玉礼战 就是所谓预课的意思 对不对啊 现在有没有留意 如果你有手机 现在谁没有手机 请举手 没有人举手 因为所有人都有手机 这个 最少大部分有手机 对不对 有没有留意 有一个 有一个软体叫 我灵 赞颂主 有的 请举手 有这个软体 大部分都有了 所以 根本就不用准备 对不对啊 大家拿手机出来 每一天 他都有十成的祈祷 包括 尘讨 包括 有三种的日讨 九点钟一次的 十二点一次的 下午三点一次的 这个叫日讨 然后 有晚导 然后还有 圣言诵读 对不对啊 还有叫诵读 那所以比方 我们在团体指导里面 团体指导 用那个比方 一般是在上午 如果上午 有团体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我们用那个 乘讨 我的经验呢 如果我们用团体的方式 来做乘讨的话 不是唱 就是念的方式的话 大概二十分钟 就念完的了 所以你可以把团体 分成两部分 对不对啊 找一个人带领 然后呢 一部分就要回应 这样子 这个 你说 我们不懂了 要记得 这一种 怎么背 这些都是习惯而已啊 所以说 照会有一种习惯 假如你说 哎 我不太懂这个习惯 那就问别人嘛 你说我弄错怎么办 没有对错的了 对不对 这个没有说 这样念一定是错 这样念一定是对 不过 我们 在过去一千多年呢 或者最少几百年呢 我们有一种习惯 所以大家都按照那个习惯而已 那个是习惯 不是对错的问题 你如果不按照那个习惯 你并没有错 你按照那个习惯也没有对 因为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了 对不对啊 不过了 这个不难不难学的了 你找一些常常念预课的教友了 他就会带你怎么做的了 所以大概就二十分钟就念完了 这个刚刚好嘛 对不对啊 而且根本不用准备 因为现在很少人没有手机的了 没有的话就跟隔壁一同看嘛 对不对啊 所以呢 他不断的 你可以 每一个星期 你会下载你的新的材料 所以呢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团体的 祈祷方式 很多方式了 对不对啊 那刚才我们讲过 敬拜赞美 那用太则 结合圣勇 对不对啊 然后玫瑰金 还有实诚祈祷 对不对啊 那如果你上午开会的时候 就用完导嘛 一般完导是四点到八点钟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比方 我就上午开会 三四点开会 那就用完导嘛 对不对啊 所以有很多方式的了 其实我们教会还有很多不同的酒欲敬礼 那些 很多酒欲敬礼啦 圣神酒欲敬礼啦 圣母圣星啦 耶稣圣星 很多的酒欲敬礼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酒欲敬礼来做指导 也是可以的了 其实天主教会啦 灵修的传统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丰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唐区就很平凡 不知道为什么 天主教有一流的灵修了 但是这些灵修呢 大部分都在修道院里面 对不对 下不了唐区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推广到唐区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借着信仰草团体 把它推广下去 以前呢 反而以前呢 一般的教友呢 比方生活在农村的教友呢 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面的 那村子里面呢 比方在欧洲呢 都有一个教堂了 对不对啊 因为他们全民都是教友嘛 那早上五点钟就起来 一同去教堂那边念义课的了 那后来夏天 夏天回来呢 一同念完课 那这个情况呢 也不是天方夜谭的了 我去过中国大陆一个教友村 那边百分之七十都是教友 那他们就是这样子了 早上很早起来了 可能五点五点多 就去一同去圣堂 一同念义课 很开心 后来夏天 因为他们的田就在那个村子的隔壁 对不对啊 后来夏天以后回来了 就一同念完课 我觉得这个生活啊 真的非常好 那问题是在台北不行啊 这一个 对不对 台北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城市的生活了 所以了 因为我们为什么维持不了这种方式了 因为了 这种方式 因为有一种农村的农业社会的方式 有没有看到 因为农业社会的特性是稳定 而且都住在一起 但是你后来的文艺复兴以后 大城市清洗了以后 大城市的生活了 跟那个农村不一样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方法没有办法在大城市维持下去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 重新在小团体里面推广嘛 所以呢 小团体 但是如果没有小团体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推广了 我们很多灵修的方式都失去了 就是因为在唐区里面呢 我们只剩下一台弥撒 大家来参与弥撒 后来玩了就走了 没有时间留下来 去学习别的灵修的方式 所以变成我们有很多丰富的灵修了 慢慢呢 就从唐区里面消失了 有没有看到 那幸亏我们在修道院里面 还维持了很多这些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它造成这么丰富的传统 把它重新带回来唐区的生活 那没有小团体了 这种灵修生活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说 这个细胞小组这么重要 没有这个细胞这个平台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把一些我们传统非常好的灵修方式 把它推广到唐区 光是我们做刚才的已经非常好了 对不对 但是祈祷的方式不限于刚才所讲的 有千千万万种方式 所以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创意 但是记得 带祈祷的人 一个团体 他要做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建立一个团体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个核心小组 这个核心小组要有不同的干事 不同的干部 比方有人做这个团圆的团长 有人要做关于音乐的事奉 有人做灵修的 有人负责那个圣言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那个核心小组必须要有的 没有这个核心小组就没有人负责做事情 但是也不是说有了这个核心小组 其他人不用做的了 每一个团员都要学习带领团体做指导 所以那个负责人他就负责安排 谁什么时候要带领团体做指导 不是说那个负责人每一次都是他做 是他总负责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要做这个事情要接受训练 所以那个负责那个指导人 他要安排一些懂的人来给培育 对不对 如果没有训练的话是不会怎么做的了 所以有一个负责指导的人 他要负责怎么找人来训练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就是给一些基本的训练 没有这个课程的话我们根本不懂了 所以讲到这边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对于团体的指导 师傅您刚提到 这是建立一个小团体的聚会的 那个时间的分配的部分 大约是一个半小时 那三分之一祈导 三分之一分享 三分之一带导 可是在我们一般聚会的过程中 因为人数大约12个人左右 那这样子在分享的时间的时候 恐怕三分之一的时间恐怕是不太够了 对 那我们说这个三分之一也不是一个绝对的 对不对 不过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们要维持那个祈导的时间 比方三分之一就大概半个小时了 但是有个问题 分享的时候应该占的时间是比较多一点的 那我举个例子 假如我们有一个半小时 我们可以逃到二十分钟 那不过逃到五分钟呢 可能要等人之类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再加二十到二十五分钟祈导 大概用了半个小时 后来呢 我们可以用比方四十分钟 来做圣言的分享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读圣言 还有生活分享 可能四分钟 剩下来大概是二十分钟了 那彼此带导可能是十分钟 后来呢 带导以后就团体的事务了 将来要做什么了 那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所以一个半小时是比较理想的了 但一个小时是太匆忙的了 你可以想一下我等五分钟 我祈导可能只有十分钟 对不对啊 那分享大概只有半小时是 老实讲 半小时是不够的了分享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 我认为比较理想是一个半小时 那不过了 我们今天不要讲很多 分享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定一些规矩 每一个人不要占据太多的时间 那今天不谈了 后来因为我们会谈 怎么做圣言分享的了 好 所以现在还要讲 有没有关于那个祈导的部分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或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提出来 我最近有接触到 有一个祈导的方式叫末导 不知道神父觉得怎么样末导 能不能具体讲是怎么做的 他是一个念一个短诵 就是静静的坐着 然后念一个短诵 一直的念 不断的念 就是在心里面念 在心里面念 对 神父有没有听过这个祈导的方式 因为我不清楚你 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在心里面重复那个短诵 对 重复那个短诵 那个短诵是不是一句话 就是四个音节 四个音节 Mara Natha Mara Natha 对 Mara Natha 这种祈导不太适合在团体做的 因为大家都做的不出生的话 你觉得很奇怪 那个感觉 对不对 这种祈导方式比较适合一个人做的 那一个人呢 特别在朝拜圣体的时候 如果朝拜圣体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方式是非常好的 他的意思是主请快来 但是这个在团体祈导不太适合的 团体祈导一般都是有一种口导的意思在里面的 因为祈导有很多方式 比方我们还有一种归心祈导 对不对 那归心祈导也不适合在团体祈导 归心祈导比较是一个人做 或者朝拜圣体的时候 好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祈导不好 不过这个不是团体的祈导 不过有一个祈导 没有声音也很适合团体做的 什么祈导 完全没有声音的了 有什么祈导 要是没有声音的了 要是有团体做的 朝拜圣体了 对不对 假如 比方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智慧 刚刚神父有空 他愿意 为你把圣体请出来 放在那个 那个圣体光里面 对不对 那就可以整个团体 朝拜圣体 那朝拜圣体是非常非常好的祈导 对不对 大问题是 一般神父都是很忙的了 他也跑来跑去 他可能一个月 或者三个月才有一次有机会 来到团体为大家拿那个圣体出来 对不对 那不过现在呢 我们已经有这一个圣体的 这个怎么讲 服务员了 就是说 有些团体 有些团体里面 因为神父不够 会派遣一些圣体 派送圣体员 对不对 那送圣体员是可以拿出来的 可以拿的 既然圣体都可以送 我就不可以拿出来 对不对 所以如果里面有送圣体员 有适合的地方 比方说一般在圣堂里面比较好 那就可以用朝拜圣体 朝拜圣体可以从头到底 都是静默的了 也可以用一些歌唱开始 然后有静默 后来完结的时候 有皇后圣体 不过 是不是每一次一定要唱皇后圣体 也不见得了 对不对 那个只是习惯而已 所以朝拜圣体是非常好的祈祷方式 但是因为他需要的环境 需要的人才会比较多 可能每一个月只能做一次 对不对 每一次就比较困难了 这样子 好 那简单来说 我们做一个总结 团体的祈祷 多半来说 就是整个团体都能够参与的了 如果个人的末祷 就不太适合了 还有一点 团体的祈祷 最好它有用共荣的幅度 对不对 大家一同参与的了 所以这个才我们感受到 这一个团体的幅度 我记得以前我参加过一个小团体 每一个礼拜五晚上我们都聚会 我们光是那个敬拜赞美就45分钟 真的 但是我们是非常期待 每一天 从星期一就开始期待星期五了 就是因为了 星期五沙巴已经很累了 我们到团体尽情的敬拜赞美 所以那个45分钟 就是非常享受的时刻 后来有教导 有分享 有带导这些 所以我们的祈祷 那个聚会 差不多了是两个小时的了 但是这是非常渴望 从星期一就等到星期五的 所以 很多人说 我没时间参加这个小团体 我告诉你 这个说法有一部分是真 有一部分是假的了 为什么是真的 因为忙是很忙 为什么是假的 重点是你重不重视 如果不重视的话 你很闲也不会做那个事情的了 你如果重视的话 很忙也会做的了 对不对 你有没有见到那些 谈恋爱的青年人都很忙啊 不还笑 谈恋爱了 因为很重要吗 有没有说我很忙了 对不对 不要谈了 谈到上去 太忙了 因为这个为他们很重要 所以 重点不是忙不忙 而是我究竟 我觉得它重要 你如果觉得它重要 如果你真的在这个祈祷 聚会里面 你真的感受到 跟主耶稣在一起的话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要学习怎么做这些祈祷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关于祈祷 那边有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说 敬拜赞美 还有就是 敬拜赞美 还有玫瑰金 那都有戴的方式 但 就刚刚神会讲 可以到40分钟 可是有些敬拜赞美 你就会听起来 很有圣神充满 我不知道这是凭感觉 或是玫瑰金的带领 有时候戴起来是非常无畏的 所以我想说 这一个成功的带领 就是会让人有领受到两个差别是 神父的经验是在哪里 比如说 理念玫瑰金的经验 觉得很无畏 就是 其实带领的方式 我觉得 我也不好该怎么讲 好像有时候就是一种 我觉得跟灵修也会有关系 有一些 因为领修他的 所以我想说 根据神父的经验 有没有一些 可以多分享的 就是这个差别 因为同样是 敬拜赞美 但是 每个人戴的 就会有不同的领受 或是说 这个其实只是个人的感受而已 因为一个祈祷有没有味道 每一个人感受都不一样 但是那个带领的方式也很重要 所以我讲过 有些年轻人 他们不太喜欢那玫瑰金 这个可能是跟他的年龄有关系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所以这个我很难回答 这个味道这个事情 没有客观性的 我们只能说 如果某一种祈祷 他不带帮忙 那个团体的共融的话 他不带帮忙 你跟主耶稣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那就不用嘛 对不对 这个没有对错 我没有看那个效果 大家记得 祈祷不是要追求兴趣 也不是追求味道的了 如果我们认为 那个祈祷没有味道 就不做 有味道就做了 这个祈祷是自我欺骗 自我欺骗 等于有人说 那个弥撒真的太辛苦了 每一次都是同一个 都是共事一样 都是同一样的 然后他只有一个地方我喜欢 就是他治疗我的睡眠 这个我同意 不过这个绝对不是弥撒最重要的功能 对不对 它只是个偶然发生的事情而已 所以如果我们要靠有没有味道 你才参加弥撒的话 就很多人就不来了 对不对 因为祈祷不是讲味道的了 是反过来 因为我想跟天主对话 对不对 我心可恶可恶天主的话 所以我就去祈祷了 那祈祷以后 我的心会被改变 所以不要追求感觉 如果我们为了追求感觉 而去祈祷的话 这是个自我欺骗 但是这个也并不表示 我们一定要把祈祷做到非常沉闷 也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因为无论我是沉闷也是感受 我是很有兴趣 我是非常有味道也是感受 不要用感受作为标准 不要用感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了 祈祷了 如果我们有非常好的感受 当然很好 没有好的感受 我们知道也是非常好的 等于有些人说 哇 我朝拜身体很沉闷 不奇怪 因为 为什么觉得朝拜身体很沉闷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发觉 如果你跟一个人 你不太认识的话 你要找话题的话 会很沉闷的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不太熟 也不知要讲什么 有些很多冷藏 所以你觉得很沉闷 沉闷就是告诉我们 我跟这个人不太熟 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为什么朝拜身体很沉闷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主耶稣 我跟他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所有觉得很沉闷 但是那些圣人 他朝拜身体的时候 到了他朝拜二十年以后 他一天不朝拜都不行的了 就是因为他 不断地朝拜身体里面 他跟主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密 所以那个亲密就要朝拜身体 他经验到那个亲密感 对不对 所以这种感受 不要用感受作为标准 了解吗 现在我们先做另外一个祈祷 就是刚才我讲的 怎么用圣用 跟这个太者把它折合起来 我们先做这一个 今天用圣用一三九 这边一组 这个另外一组好不好 我们这两组互相对唱 这是念经 比方第一就是这一组 第二就是这一组 然后完了以后 我们一同 整个团体用 我的灵魂这样子 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没有 好 应付及主持圣神之名 是唱出来的了 我的灵魂 OK OK 重新赞美我们的天主圣主 重新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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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赞美我们的圣主 我过心走过堂过 我的灵魂 重新赞美 重新赞美 重新赞美我们的圣主 重新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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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赞美我们的圣主 我过心走过堂过 你已现知 我的一切行动 你完全熟悉 你觉我的舌头上为满眼 上主看 你已进出新赞美 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 重新赞美 重新赞美 重新赞美我们的圣主 重新赞美我们的圣主 你将我的前后包围 用你的手将我拎敌 这次重新赞美我们的圣主 也是我不能明白的样子 我的灵魂 我们的圣主 重新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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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赞美我们的圣主 我可主 还能活力你的圣主 我去哪里才能逃避的面容 我若上身一方便 你应在哪里 我若下降与英国 你也在哪里 我的灵魂 受养上主 重新赞美我们的天主 重新赞美 重新赞美 重新赞美我们的上主 我若被往日出的同胞 我若住在海岸的西方 你应在双手便在哪里 遇到最后 你若有手便在哪里 服侍着我 我的灵魂 受养上主 重新赞美我们的天主 上主 重新赞美 重新赞美 重新赞美我们的上主 我若说 我若说 愿黑暗 把我灵魂变成黑暗 向我活动 我若来黑暗 被你灵魂活动 我若来黑暗 被你灵魂活动 黑暗 被你灵魂活动 我的灵魂 受养上主 重新赞美 重新赞美我们的天主 上主 重新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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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赞美我们的上主 如同 Wahre 我们的灵魂 翻唱美 si 我们的灵魂 重新赞美我们的靵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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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现在我们 今天是星期五 我们练那个痛苦 对不对 好 我们先从那个信经开始 好 我信全能的天主 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我信父的唯一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信他因圣神降运 由童贞玛利亚诞生 我信他下降因腐 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而安葬 我信他下降因腐 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 我信他生了天 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 我信他要从天降来 审判生者死者 我信圣儿公教会 诸圣的相通 我信罪过的赦免 我信肉身的复活 我信永恒的生命 阿们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重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愿主圣父玛利亚 从你现在 我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等罪人 请求天主 阿们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重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愿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 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等罪人 请求天主 阿们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重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愿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 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等罪人 请求天主 阿们 愿光荣归于父 祈祈祿 祈祭如和 今日一乃 祈祷永远 阿们 痛苦一端 三元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痛苦一端 三元祈祷 我父啊 为照祢的意愿成就吧 万福玛利亚 祢充满圣宠 主与祢同在 祢在妇女中受赞颂 祢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祢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等罪人祈求天主 阿们 痛苦二端 耶稣受便打的苦行 借着祂受的苦行 我们得到治疗 借着祂遭的鞭打 我们获得痊愈 天主圣母的宣布 祢 Din 张小小小的宣布 祢在我身上 祢也要求走一遍 祢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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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父及子之圣神之名 痛苦一端 耶稣三元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失敌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耶稣出来 照常往感染山上去 门徒也跟着去了 阿们 阿们 充满圣兽 祝你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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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服玛利亚 祝你宽恕在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这人祈求天主 阿们 随后 耶稣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 隔着玛尔玛尼的庄园里 便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里去祈祷 我在顺着玛尔玛通 万国玛尼亚 你宽恕 尔玛尔玛尼亚 你宽恕 圣伍神 所以对他们说 我的心灵忧闷的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 同我一起醒悟吧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处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战兽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战兽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们 所以离开他们 约有头十那么远 屈膝祈祷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处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战兽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战兽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 祈求天主 阿们 他稍微前行 就俯首至地 祈祷说 我父 若是可能 就让这杯离开我吧 但不要照我 而要照你所愿意的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处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战兽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战兽 天主圣母玛利亚 万福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 忠实 为我们 罪人 祈求天主 阿们 他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了 便对伯多禄说 你们竟不能 同我醒悟 一个时辰吗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战兽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战兽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 忠实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们 行物祈祷吧 免陷于诱惑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战兽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战兽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 忠实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们 心固神然 切忘 但肉体却软弱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你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战兽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战兽 耶稣 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 忠实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们 愿光荣归于父 其子之圣神 起初如何 既亦来 直到永远 阿们 祂们大悠圣母亲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甘义 我们的心望 恶望子孙 在此成事 向你哀悟 带着地气息之谷 向你开启 祈求 我们的祝靠 求你回顾 你也是我们 一旦流亡其满 是我们的建立的圣子 万民称宠的耶稣 同身阿弥 你使出爱人的 此前的 开你的 天主圣母 请为我们祈求 祈求我们的盼受 应付其子之圣神 祈明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念 好 所以懂得怎么念 对不对 所以这边有 那个福音的默想 其实你可以在 每一段默想里面 比方临近十秒钟 然后再一重 念那个圣母经 这样也很好 对不对 所以大概五段 大概是二十分钟 或许半个小时 也非常的好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释放了 两种的祈祷方式 我们讲过 不单是两种 对不对 很有创业 你会有很多种 所以下个礼拜 我们要做的 就是做学习 所以我们做学习的时候 任正副会 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做 所以现在请任正副出来 大为 对 大为跟我们已经有 我们原则上本来每个月 有一次的那个课程的小组 对不对 那么原则上如果有在课程小组的当中的 也会在属于同一组 那么其他的没有参加课程小组的都没有问题 我们也都已经为各位都安排好小组的名单了 所以这个名单大为会在两个礼拜后或者是在那个群组当中 因为那个名细蛮多的 所以我不在这边念 我会在po在群组里面 好 谢谢 然后那个每一组里面我们也都已经邀请了 一位除了是自己的课程小组的导师 有些导师不能来 我们也都已经有邀请了 在这个当中是 已经担任过我们细胞小组的组长 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有私下邀请了他们 然后在小组当中 来做这个带领的 带领的部分这样子 所以这个神父我们会在群组当中来进行 所以就是说 按照他们的分组 在小组里面做操练这样子而已 所以下个礼拜就做操练 两个礼拜后对不对 下礼拜放假吗 对对 下个礼拜就任神父上课 哦 任神父上课 是吗 没有 6月8号 没有没有 所以是有是不是 所以我们多了一堂课 神父不知道 6月8号我不会来上课 不会 那神父6月8号你要上课吗 来吧 没有哦 那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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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大家想听吗 想啊 搞错搞错搞错 那因为下个礼拜我回香港有讲座 所以再隔一个礼拜 就是做那个操练 那现在呢 不好意思 关于那个祈祷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来的 现在我们立刻回应 好不好 走到两三分钟 有没有关注我们刚才示范两个方法 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的怎么样 如果有问题请现在举手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两个礼拜以后就会来这边对不对 好 我们回到这边就他也他们会把那个材料就放在那个 好 所以现在呢我们一边一同练一个天主经就完成了今天的课程好不好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御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忧惑 但就我们免于衷货 阿们 敬教之忧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好 再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